郭民棟南岛官官長民調策算 這次包括立委任兵前 馬文君以及南岛市長可笑話 總共有三的人參加 這三位計算都重新多年 主力萬政 多年來為地方打拼 以我個人目前的經驗 因為我是在擔任立委六年來 從中央爭取將近200多億的經費 來建設我們藍頭線 像現在大家講了很久的 南投市的交流道 十幾年來大多都主會講 但是沒有人去會去執行 當我擔任立委之後 你看我認真地努力來打拼 在交通委員會一直爭取 我們藍頭線的重要交通建設 所以我六年來都是在交通委員會 因為交通委員會 補助地方的建設經費是最多 三年我來兩次入委 我也專力證明到我們的 包括農水路 對著農民的訴求 還有包括在議員的期間這幾年的一個學習也很大 我在市公所的擔任市長的期間也規劃了很多不同面向的一些活動 如何推廣我們整個南投市也打造了很多在南投市在不管在交通方面的一個通行度上 還有很多的具有這個國際化的一些觀光的活動都能夠打出一個知名度 那只是目前到了憲政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樣的模式我們的規模或擴大 同時會參考各個鄉鎮的不同的一些特色 加以來把它做一些的文創的概念 在管中這叫國民黨來競爭是最多的力 每一位都照實力也各有優勢 這次他們都清楚說出到參選的訴求 我能夠對我們所有縣民來訴訟的就是我們的財政狀況是我們最該關注的 那未來呢我們在南投縣有很多的觀光資源 我們可以利用很多的跟民間企業來合作的方式 透過一些企業的來地方投資 政府在很多的資源上可以來協助 同時幫助他們來推廣 那政府在財政上不僅是可以節省 同時可以利用很多企業的不同的一個投資的眼光 來幫助我們南投縣拓展我們整個國際的視野 這個可以真正幫助到我們整個國家的 包括到我們整個憲政的一個財政的收入 對著有很多交通建設 觀光發展 實際上我們在南投縣來非常需求的就是 農水路 壓迫整體 還有很多很多我們的地方的設施 頂頂 文君都非常努力 來爭取 也都看到現有 已經有很多時設完成 有做很大改善的部分 我們希望未來有很多機會 還有共同為南投縣整體 整個發展 來跟大家共同來打招 讓我們南投縣未來更加好 所以蘭頭縣的縣民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是希望下屆的縣長 是一個清廉的 有能力的 有創新超越的 這種族行力的一個縣長 大家是這麼希望 那麼我是有級別這個條件 所以南投縣 將來要突飛猛進 要帶動就位 要增加就位 要增加縣民的收入 能夠有機器爭取更多的建設 我是認為我來擔任 是最適合的一個候選人 民調初選 馬上就要在這五個月 十二十三號兩天進行 民調結果上官的人選出選 既定最近十四號 就能夠知道結果 看是誰人代表國民黨 和民進黨提名的參選人 立民黨政黨對管 競爭官長的大位 南投新聞綜合報導